这不是说好了吗 马上回来成亲了吗 他怎么跑到前线去了 浩天的脾气你也知道 现在是国难当途 作为君女 他就是重逢县阵 我也管不了 可我女儿怎么办呢 这婚妻是一拖再拖呀 他治这个未婚妻于何地呀 他要是不想成亲也行 你早说啊 这婚妻是一拖再拖呀 我王家闺女又不是非他不嫁了 他伤得重不重啊 子弹打穿了扶枪 不过已经脱离了危险 只是 浩天这次是擅作作战 拒绝执行撤退的命令 肯定是要受到处分 军阀出的人已经跟我谈过了 看来要想冒凭此事 非得王兄费心 伯父 浩天受伤了 他伤得严重不严重 他现在还在前线吗 赶快派人把他接回来呀 日本警队已经截断了道路 现在想要接他回来 恐怕有危险 小姐放心 浩天现在的处境很安全 我唯一担心的是 爹 冯老弟啊 这件事你放心吧 我会尽力去周旋的 大夫 那位腹部中枪的伤员 现在怎么样呢 你是问彭浩天吧 你是刚来的小雷护是吧 小姑娘 你可救了个大英雄啊 他是四十九团的副团长 前天的那场战役 他们的团长牺牲了 要不是彭副团长 严防死守 争取了时间 恐怕大部队等不到撤离 就被包围了 你这次啊 可立了一大功啊 他现在怎么样 好 伤口我刚刚处理好 没大事了 这不 我去送药去 还是我去吧 也好 你 彭团长 你不能走啊彭团长 你伤还没好 不能走啊 你给我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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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命了 你才不要命了呢 你知不知道 为了救你这条命 已经死了多少人了 你这条命 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 你这样做 也太不负责任了 看什么看 还不下来 你这条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啊 不怕疼不怕死的大英雄吗 这么说 是不是连上药 也不会看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干嘛 你干嘛 等你伤好了 你爱怎么闹就怎么闹 但现在 你是我的病人 你的命是我就会来的 就得听我的 嗯 嗯 嗯 李简仪 李简仪 带不叫你呢 嗯 来了 吃药 不吃药伤好的慢 你在这的时间就更长 把我解开 把我解开 不可能 我又不是囚犯 你又跑了怎么办 我要上厕所 哎哎 你要干嘛 哎我是男的 在我眼里啊 在我眼里啊 你是病人 扩分男女 哎 哎 我们老家有个规矩 说女的要是伺候男的上厕所 就得给他做媳妇 哎 怎么样 你是管还是不管 你别走啊 我真要上厕所 哇 彭 彭长长 哎 你这是 快点 哎 快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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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彭长长 这谁把你绑起来了 一个着急嫁人的疯丫头 喂 你 请各位先出去 我们要跟彭副团长单独谈谈 我是军法处的 哎 哎 过来过来 哎 他们是干嘛的 找茬的呗 听说彭长长在战场上违抗了军令 上面查下来 恐怕还要上军事法庭呢 为什么 不是说他杀了好多鬼子 是英雄吗 那要看怎么说了 军令如山 只要敢为了军命 管你是冲锋县阵还是临阵脱逃 都是重罪 哎 哎 小姑娘 军队里的规矩可多着呢 你要慢慢学 是啊 是啊 暂时撤销副团长职务 接受调查 是啊 我 没事 是啊 是啊 不 我们家有种老鼠 你扒了它的洞 它就不活了 带着全家老小 找个树叉子上吊 我们那调皮的小孩 专门找这种老鼠洞扒 扒完了 就搬个板凳 在树底下 看着老鼠上吊了 你看你现在这熊样 跟那新老鼠有什么分别 遇到这么点事你就受不了 谱天之下的大英雄 哪个没受过屈辱 哪个不是忍辱负重 你要是条汉子 那就好好活着 要死也别死在医院里 把上养好 到前线 包几个小鬼子一起死 不过来 听说了 你还可以 要死这种 不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我来 来 给我 来 给我 我来 我来 你来干嘛 我 来找你拿晚上吃的药 想通了 真是多决于 你晚上还没吃饭吧 想吃什么 我让厨房帮你做 你 能不能把拿走的枪还给我 你要枪干嘛 我是军人 你说我要枪干嘛 不行 你用枪顶着传令兵 枪了他的马 以后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事 我好久都没有擦枪了 我怕放在你那儿 会生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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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哎 我叫雷锦怡 以后叫我雷护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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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叫我可以还你 但是弹甲 我先替你保存 你要是个日本兵 我就一枪干掉你 保险还没开呢 你差一点就崩了我 你可真行 上回我走的时候 枪是上了糖的 你就把这把上了糖的枪 揣了这么多天 看来 你还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等我出院的时候 想着还给我啊 上口恢复得挺快啊 没几天啊就能拆线了 看来小雷护士 把你照顾得不错啊 他 他差点要了我的命 是啊 要不是小雷护士 邝团长 你这条命恐怕就交代了 等等 你说什么 是他救了我 怎么 你还不知道啊 哎呀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敌人已经上来了 医院都在撤退 你呢 刚做完手术 昏迫不醒 你呢 你呢 你想要杀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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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到他 碰棱长 小雷护士 真是你的救命恩人 大夫 他人现在在哪 正在手术室 今天又来了几个伤员 人手不够 小雷护士已经在手术室 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 我们这些大男人都吃不消 真是好样的 啊 锦衣怎么样 没事 想上口 是 棚浩天啊 棚浩天 你这是哪个人低打错 那个姓雷 叫雷什么的护士 他怎么没来 他病了 生病了 他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伤口发炎 发高烧了 胖子长 你怎么来了 他怎么样了 不好 什么叫不好 不好是什么意思 他 他到底有多严重 你去拿个血浆来 大夫 怎么还拿血浆啊 他不就是割破手指了吗 怎么 还有疏血 我被泡在活开肚子都没死 他 他怎么会这么严重 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过度劳累 抵抗力下降 导致了伤口发炎 现在只能打针消炎 再配合疏血增加营养 大夫 就剩一袋血浆了 是不是紧着伤员用啊 来 冲我的 矿团长 这 是 我收五行鞋 好吧 你带他剧原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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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呗 先上车 也得注意休息 再说 还有医生护士呢 就算你身体没有问题 可是 孤男寡女的 只能文艺的 传出去 影响不好啊 大夫 大麻烦您 好好照顾他 放心吧 孤大长 您也好好休息 好 好了 一会儿给他打一枕 好 乖乖 我等你半天了 姐 您这一病啊 可把某个人的心 都给掏空了 彭团长这两天 寝食难安的 三天两头都 往那屋里跑 就是啊 看见你睡着了呢 就往这儿一坐 三五个小时 都不带挪窝的 那天晚上都九点多了 我看他还在你屋里呢 你别瞎说 我只是他的护士 他不过是 这儿的护士多了 怎么不见他 对我们这么上心啊 你们俩没那么简单 当初你把他 从前线救回来 救了他一命 现在你病倒了 人家把自己的血 抽出来打到你身上 你们俩呀 已经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了 恐怕过不了多久 你就是团长夫人了 别瞎说 是团长夫人了 静怡 你怎么又脸红了 是不是发烧了 去 来 你走吧 好 走走走 快走 走吧 我嘶 کی 前几天 你 claws 我раф不过 你托了 你 investigation 听说 是你帮我输的鞋啊 对啊 你救我一命 我李英还你一命 那我们就两清了 那边 那边 来 那边 那儿呢 慢慢 哪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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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了 快点 来 来 那儿 哪儿 来 来 这边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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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小子活得很快活嘛 到你屋里去 把这个叔叔送到厨房去 好 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违抗军令 擅自留守 你还想干什么 你看看你 你还有个军人的样吗 你要不是我儿子 我一枪就毙了你 快点快点 你小子运气好 长官 很欣赏你杀身成人的勇气 决定给予你特别嘉奖 升任你为七十三旅旅长 赏语后立刻上任 就是旅长夫人了 就是 七十三旅是后方保障部队 我要去前线 你说什么 我被你搞得焦头烂额了 你倒错三减四起来了 你以为你真是什么运气好 真是英雄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你王伯伯多方的活动 这次给你的不是什么嘉奖和训章 而是枪毙你的子弹 你去副弹 你不让我运气好 你正在的 凡人 我只是为了 侯要等你回去 王队长已经走开了 爹 别的事情我可以带 可是结婚这件事 我数难聪明 怎么 你不愿给王寺成婚 那王寺哪点配不上你 要模样有模样 要出身有出身 而且还在国外如过学 你过去不是也说 觉得她是什么新女性 很欣赏她吗 可那不代表我就要娶她呀 好天哪 你还年轻 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一两步 你应该往长远里看 王家在政界的背景 你也知道 如果你跟王寺成婚 以王家在政界的影响力 那一定是你 飞黄腾达的根基 可是现在国难当头 我不想考虑这些 儿女情长的事情 爹 我不是你爹 我现在是你的长官 你要执行我的命令 有什么想不通的 你就好好的想 我会想通了 多会给我报到去 爹 爹 锦衣你找我 哦 这是二十六毫病床的药 每天早上一针 晚上的饭后口服 二十六号车 那不是彭团长吗 他不 交给我吧 找我还有事 没事 你要是有什么话 就去问他呀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扭扭涅涅的 问他什么 废话 你当然是问他 到底有没有未婚妻了 可我凭什么问他这些啊 我算他什么人啊 那你就只能问你自己了 你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军长有令 你不能出这些屋子 你们想干嘛 关我禁闭吗 对不起 旅长 您不要为难我们 军长有令 只要您一拆线 就送您回去 如果您有什么闪失 我们会掉脑袋的 哼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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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虎师 你水平真好 打针一点都不疼 您还有事吗 那个小姑娘 你有婆嫁了吗 有了 哎那人可真有福气啊 雷锦衣去哪了 不都是他给我还阳吗 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来 黄团长 请你注意点零响 怎么回事 您得问问您自己 我 我又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你 从来 你 姐姐 你的信 還有人給我寫信嗯下午就到了 誰寫的 我哥寫的 你跟我說實話 雷姐姐去哪了 今天你要不跟我說他去哪了 你就別想出這個門 你們這些當官的是不是都這麼胡搅蠻纏的呀 怪不得錦音說 她說我什麼了 放心吧 她不會再說你了 她回老家了 回老家了 她怎麼也不跟我打出招呼啊 她幹嘛要跟你打招呼啊 你又不是她長官 再說了 你在老家有未婚妻 不是也沒打招呼嗎 你說什麼 那天軍長訓你的時候 我們都在外面偷聽呢 所以錦音已經知道你在老家有未婚妻了 我看 她是不會再回來了 她是不會再回來了 你還要去哪兒 你還要去哪兒 所以她就退伍回老家了 彭力長 彭力長 怎麼 你們還要槍斃我啊 您就別為難我們了 對不起了 今天擋我者死 你快去哪兒 彭力長 那個 雷錦衣她沒有退伍 是她哥來信說家裡有事 她回家探親去了 過幾天就回來了 真的 我之前試探 彭道長 你這是 你 你怎麼有空出來了 今天天气不错 我出来活动活动 对了 同学长 我听说你既胜鱼长了 祝贺 祝贺呀 你见过我这样的旅长吗 对了 你的伤口恢复得挺快 待会儿我去给你拆线 过几天你就能出院了 是吗 我怎么老觉得这两天 伤口一直在疼 今天还出血了 对了 刚才 多亏了这个小护士 帮我处理了一下 血才止住了 是吗 今天早上换药的时候 发现的 好像有点发炎 所以 你看我是不是 在多住两天 等伤好利索了才 那当然 那当然 你先回病房休息 待会儿过来看你啊 好 咱们打 打 咱们打 咱们打 多少 仰iana 你们心在吗 小姑娘 一个人走山路 不害怕吗 多谢大叔关心 我家马上到 我哥就在前面拥过 那正好啊 我们就是你哥派来 接你回家的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帮主妃 王家华人军家 你们还有王法吗 王法 在这一目三分地 我们家华朗也就是王法 王法 看来你还不知道 你们家早就收了 我们皇家的银子欠 你以为躲到外头 就能逃过了这桩轻尸 告诉我 这次把你骗回了 就是跟我们少爷成亲的 你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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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嘴上的布拿掉 你可千万别喊啊 你怎么进来的 他们说的定亲节是怎么回事啊 你帮我把上子解开 我们离开这再说吧 你饿不饿 我叫人给你拿点吃的 哥 你怎么了 我叫人给你拿点吃的 你 你 不是来救我呢 锦妹子 这里头的事 难道你真不明白 皇家少爷看上你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要不是你偷偷离开家去当兵 恐怕现在已经是皇家少奶奶了 你别那么看着我 好像我把你卖了似的 我也是为你好 哎 皇家什么背景 这半座山都是他们的 你家就这 还不是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咱们家也算有靠山 哥 皇家少爷早就都费老死了 难不成 你让我跟一个死人成亲吗 我的傻妹妹 当了一年兵 怎么脑子还不快玩啊 这结婚 只走个过程 是个外人看看 我怎么会把自己的亲妹妹 嫁给个废老鬼呢 再说 少爷死了 老爷不还在吗 等你做了少奶奶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咱们去给她 之后 不要找个好 再说 喔 哪 我 亚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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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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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吃饭了 该吃饭了 您帮我把绳子解开 我想自己吃 你别说笑了 就知道你们当兵的 有两下子功夫 你想跑啊 我可是拦不住 姑娘 这可是件大事 我们做下人的 可担待不起啊 你呀 就将就将就 等拜堂成了亲 你想怎么都成 吃吧 吃吧 那好 我不为难你 不过我现在不饿 你把饭再先放这儿 等会儿我饿了 再叫你进来 呃 这 好吧 你还回来干什么 滚 就当我 没胜过你这么个儿子 哎 你个老东西 你 秦家墨 这大喜下的 您生哪门的气呀 秦家墨 几天没见就不认识黄某人了 我知道 你们家日子过得紧 这不 我今天亲自带人来下聘礼 秦家墨 够给你面子的了 皇老爷 皇老爷 我们家锦衣 说什么也高攀不上你们皇家呀 我求你高抬归手 放了他吧 高攀不上 那 你过去为什么收我的印子钱 你儿子在赌庄里欠的钱也是我给还张 现在后悔了 你做梦 亏你能嫁到我们皇家 那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皇老爷 我们家锦衣 还小 求求你放过他吧 我们定下的事 那是不能改的 秦家墨 你还是快起来吧 我们老爷亲自来 那是给你面子 别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哪 放得他 放得他 起来吧 我求你了 秦家墨 你还是快起来吧 你来 停开 老爷 死了 这 老爷 您别管了 您先回去 这儿的事就交给我吧 好 您先回去 快快快 进来 帮忙 大把手 大把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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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快走 快走 不年快 快走 快走 来快走 下 下 下 点 点 点 开 开 开 这后是我的 九爷 今儿手机不错啊 今天 今儿晚上 厂子里所有的酒前我包了 大伙别客气啊 给面的 敞开了喝 谢谢九爷 谢谢九爷 来来来来 九爷 今儿刚玩了三把 你就不玩了 这不像你的一贯作风啊 是不是 明儿是我妹子大喜的日子 我这大脚哥 你还准备准备是不是 那是那是 大伙继续 等我把妹子这事办完了 咱们好好堵上她几个童馅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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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人在吗 姑娘 什么事啊 我饿了 能不能麻烦您进来 喂我点东西吃啊 刚才不吃 都三更半夜了又折腾人 不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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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都一盒 你这也要好 有什么都一切啊 perd?" 我不会为您的 是是是 把衣服脱掉 是 把衣服脱掉 娘 你怎么又不点灯啊 今后啊 咱不用再这么 抠手抠脚的省了 你儿子 又给你赚钱回来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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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不孝 这辈子 没让你老人家想一天轻浮 娘 娘 孩儿不孝 你还行去吗 你还行去吗 再死从少生 下辈子 偷胎在富贵人家 别再受这么多苦了 她儿子发达了 天天给你老烧狗下 我 真會聽 我回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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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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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哪去了啊跑跑了 走哎哎呀解开绳子呀 什么 跑了 你不只说这轮保看住 插翅难飞吗 是本想多派几个人看着来的 可是反正也觉得他绑着也不会 谁知道这小丫头还挺机灵的 马上派人找去 你这又是找不回来 你也给我滚蛋 哎是是 嗯嗯 哦 你 你 少奶奶 人都已经走了 您就节哀吧 还是早点跟我们回去 别耽误了及时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九云 照规矩您得亲自抬棺木 让你抬你去抬哪那么多废话呀 走走走走走 你啊 你钱的就到了 今儿委屈你了 每天 我带锦衣来给您上高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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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鑫 他不会又跑了吧 要不给他绑上 你想画 搁带几个人 你一定要给我盯紧 就在花轿的旁边 如果人没了的话 我拿你是问 请教你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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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各位各位 各位 不知是哪里来的英雄 没有孝敬 实在是罪我 这位英雄 彩头好商量 可千万别坏了规矩呀 彩头 我要的彩头 怕你给不起 千万别这样 要多少 不要他 太英雄 您开玩笑了 他 他是我刚过门的儿媳妇 嗯 别害怕 他们还死了过娘 什么 我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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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站住 太古法无天了 打给我眼皮子底下杀人怨户 抢抢民女 今天非得把你们统统铲除了 这位是中央军 七十三里旅长 彭浩天 我看你们哪个敢放肆 这位雷小姐是我的未婚妻 原本是回家探亲的 却被皇家抢去 还害死一条人命 你说 该不该究竟正法 属下不知道是彭律长驾刀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你们这帮蠢货 还不把枪放压 彭律长 属下已是蒙在鼓里 如果早知道这事 还用得让您彭律长亲自出马 我就把那帮没有王法的东西给处置了 我这就吩咐手下设宴为旅长夫人压惊 不必了 我们还有孤雾在身 先走一步了 没关系 没事 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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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帶我去哪兒 回家 我帶你回家 我下去看我娘 好 娘 孩兒不孝 孩兒不孝 娘 孩兒也是慢慢無奈才做出這種混帳事 咱們皇家有錢有勢到處找我 我私裡逼我 我要是不把妹妹嫁給他們 他們就會打斷我的腿 我實在是太害怕了 原來都是你幹的 你把自己的妹妹賣給別人 你還有任性嗎 你幾輩子 可對不起你 可不求你原諒 你去打我吧 我沒人性 我三星滴光 我混蛋 我混蛋 我 我娘已经不在了 她是我名义的亲人 血浓欲水 不管她对我做过什么 我都愿意相信 她是被逼无奈的 我愿意原谅她 你走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锦衣锦衣 娘 浩天不才 做您的女婿 还望你老人家不要嫌弃 这杯酒 这杯酒 李淹 你 不要 我只是想好好地疼她 照顾她 爱她 不再让她受半点委屈 把她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一生一世 无离无弃 来 到家了 走 走 少爷过来了 哟 少爷回来了少爷你可回来了昨天晚上老爷还说呢 哟 这位姑娘是 你好我姓雷 刘叔 麻烦你叫人把东西搬进来吧 好好好 管家 好 老爷 带他们回后方休息 是 少爷少爷 少爷 您呐旅途劳顿 要不先到后方休息休息 我不累 我们先去给爹娘问个安吧 少爷 要不我先带这位姑娘到后边 安顿安顿 刘叔 我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雷小姐是我请来的 我自有安排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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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好 好 啊 回來了 回到後面休息去吧 她叫雷锦宜 是占地医院的护士 当初我在前线受伤 命悬一泄 是她把我救回来的 这位姑娘的救死之恩 同我日后必当重谢 欢迎你到彭家来做客 不是做客 这次我们一起回来 就是想恳请爹娘 答应我们的婚事 你已经有婚约在身了 那份婚约是我不在场的时候定下的 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 混账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没错之言 由不得你答应不答应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早就提倡婚姻自主自由了 闭嘴 爹 你要再跟我胡说八道 我以前毙了你 诶 帅 帅 您还是先下去吧 枪果无情啊 老刘 你带这位姑娘到后方去休息 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王小姐恢复 今天事发突然 感觉我一定带好天到府上去解释 你还要说什么 难道你对我的羞辱还不够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 我没想过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 迟早都会 我知道我已经伤害了你 可是如果不把话跟你说清楚 那对你更不公平 感情的事 我没有办法阻力 请原谅我 你说完了吗 请你把车门关上 给我保留一份尊严 王子 你是个好女孩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 在等着你 他能参透你 能给你幸福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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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等等 姑娘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 姑娘 你好自为之吧 爹 今天的事责任在我 我行事鲁莽 让您为难了 当初锦衣 是拼了性命才把我从战场上救下来 让我得以苟且活命 我曾经一蹶不振 自暴自弃 是他一直在细心地照料着我 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我和锦衣 是真心相爱 这份感情 天地可以为证 所以儿肯千言 能够理解我们俩 取消王家的婚约 成全我和李锦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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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为什么扔下我一个人不管了 害怕了 这么深的院子 这么高的墙 没人理我 没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心里没底 我觉得有无数双眼睛 在暗处里看着我 谁说我害怕了 我是担心你 我是不是又被你爹骂了 是不是又 啊 没错了 是不是我把一切都想得太好了 所以现在 再会那么慌张 那么狼狈 是我想的还不够周全 不过我答应你 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你不用再去面对那种尴尬的场面 你要答应我 无论遇到什么麻烦 都有我一个人去解决你 去面对你 你只要做好准备 跟我共度一生 你只要做好准备 跟我共度一生 你只要做好准备 跟我共度一生 这像变成一块石头 这辈子都这么跟你在一起 老爷 他父母都是唱戏的出身 家境不好 不过 他倒读了几天书 没上过戏台 他跟少爷的那段 他跟少爷的那段 正如他所说的 跟寨主结了殷亲 堂都败过了 是少爷把他从洞房里抢出来的 还打了好几条人命呢 什么 他竟敢做出这种事 亏他还是当兵的 比脱腿还不够 晦气 把一个背景复杂 不三不四的女人 给我领到家里来 真是晦气 老爷 少爷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他是不是有个哥哥 哦对对 叫雷九 是个赌棍 没有正经营商 务必把他给我找来 是 可以呢 我快点去 别让别人知道 是 这条河啊 一直流下去 通着山下的大湖 这儿的水质比较浑浊 所以鱼长得肥 运气好的时候 能钓到七八斤中的大鱼呢 你怎么了 你跟我说实话 我们的事 是不是很难办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很快 我不是瞎子 你父母对我的态度 在明确不过 我不想让你为难 你什么意思 也许 也许我 还是应该离开 离开 去哪儿 回去找你哥哥 让他再卖你一次 还是跟着医务队 再去前线 锦衣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 我不会再让你 去冒那种生命危险 明白吗 而且 我怕我也找不到你 只要你愿意 你总能找到我的 乱讲 你哪儿也不准去 就在这儿 在我身边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 我承认 我们的事情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妥的 可是你也看到 我在努力 刚才我带你出来的时候 娘就没有阻拦我 而且还逐步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了 听到没有 遵命 彭历长 这还差不多 走 我带你到那边 叫你钓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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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有 看那那还有 那还 去啊去啊 哎 哎 掉到了掉到了 掉到了 哇 好想啊 掉到了 小心 我知道 皇家 可 我 别说 喝了 不 你 清vor 你 这次可真是惹下大麻烦了 听说汪斯还病倒了 那要不要浩天去看看他呀 连我都不见 能见那个混账 你先消消气吧 这事啊 让汪家失了面子 他们这样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看 倒不如先冷他几天 老爷 这是雷小姐的哥哥雷九 这是我们老爷 彭老爷 听说小妹姐仪 在贵府打扰多日 让您费心了 宁妹与犬子的事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不敢告白 不敢告白 既然我们两家就要成为亲家了 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 雷小姐虽然家境为寒 但气质华贵 同情达理 我很欣赏 我有心接济 又怕雷小姐误会 所以才差人把你找来 我的意思是 若不嫌弃 你就留在我这 一来家里有事 需要有人手打点 一时又找不到可信之人 二来呢 我和浩天是身在军中 常常四处奔波 你留下来呢 也好照顾雷小姐 多谢彭老爷信来 那我就 功勤不如从命了 老刘 你给雷先生安排一下 是 多谢彭老爷 多谢彭老爷 你把三分之二的款项 汇到香港 剩下那部分 都存到上海的国际银行 船票订好了吗 好好好 你不用送来了 我派人去 还有啊 我这儿还有一些东西 需要运出去 一会儿我派人送到码头 好 这些东西到了香港以后 立刻就送到别墅去 啊 明白吗 我用电报 已经卸人过来 没问题的 进 有事吗 老爷 小姐的房门一直关着 我们敲了门 里边也没动静 您是不是去看一看 对了 一会儿啊 你把那些打好包的东西 送到码头去 要派一个可靠的人 亲自交给老六 是 我叫厨房过游做苏鱼 还不多怪你 刚一咬钩就大呼小叫的 怕聪明的东西跑了 哥 姐妹子 你们回来了 彭尔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 我 这儿说话不方便 要不咱换个地方 走吧 小姐 您起来了 我爹呢 老爷在书房呢 我去叫他 别 别惊动他了 你去备车 你要出门啊 我要去彭家 姐妹子 我知道我以前 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你怨我 你怨我 恨我 都是应该的 可我真的改过自新了 不信你去打听打听 从你走以后 我记不见过赌场 摸没摸过骰子 你真让我觉得丢脸 哥知道错了 哥也想好好做人 给你争面 可以得有人 给我机会不是 彭奶爷 真是个大善人 不计前嫌收留了我 还给了我份差事 你放心 以后 我一定好好干 我保证 保证 你说过的保证 还少吗 庞少爷 哦对 我该改口 叫你妹夫了吧 你不用为难 有话尽管说 你说过 她是你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亲人 所以这个决定 应该由你来做 你不了解她 把她留下来 你不怕 怕什么 我不了解她 但是我了解你 我叫你一声 胡人 你不怕 这人啊 只要沾上毒瘾 就很难戒定 不过你放心 我会暗中派人看着他 因为他毕竟是你哥哥 再相信他一次吧 小姐 小姐 我们出来都一个时辰了 再不回去老爷会着急的 你说 他会出来吗 谁 不会了 应该不会再见了 老天爷让我认命 我还能说什么呀 小姐咱们还是快走吧 王王小姐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雷小姐 你有事吗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来彭家之前 并不知道浩天有我这个未婚妻 我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王小姐 如果有机会 我愿意做任何事弥补你 任何事 那我让你离开浩天 你做得到吗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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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还 你 好 浩天你準備準備明早東升 好我讓錦怡也去收拾一下等等 雷錦怡不能跟你去 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 你堂堂的一個旅長帶著老婆上前線 你不怕你手底下當兵的把你笑話死 浩天 作為你的父親 我真是希望看到你和王思走到一起 這些天 你跟雷小姐的關係我也看在眼裡 你的脾氣我也知道 越是不讓你做什麼 你越是反著來 爹 我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才 先讓雷小姐留在這裡 仍然是一觸即發 不怕 萬一有個閃避 你真忍心讓雷錦怡 為你守滑 我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但你也得為人家想想 我答應你 暫時穩定下來 立刻給你們完婚 爹 謝謝你 謝謝你 不走了 你快去收拾收拾 明早出發 好 為什麼 為什麼不帶我走 那是戰場 太危險了 不是鬧著玩的 你畢竟是女人 女人怎麼了 彭里長你是不是忘了 我也上過戰場的 我還救過你的命呢 好 是是是 你了不起 那個時候 你是我的護士 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現在 你知道嗎 你將是我的妻子了 爹已經答應我們的婚事了 我 我不能帶著老婆 一起去冒險嗎 建一 你在這裡安心等我 戰局一旦穩定下來 我馬上回來娶你 好 好 劍槍如劍人 那我就把這當片梨了 這片梨還真不錯 關鍵時刻 還能拿來防身 特殊時期 特殊對待嗎 你還記得這顆子彈嗎 記得 你差點兒用它崩弄我 這顆子彈 這顆子彈 是你給我的 我現在 要你替我保存 你一定要平安回來 親手把它還給我 好 我答應你 今天晚上 你別走了 今天晚上 你留下來吧 老爺 睡醒安排得怎麼樣了 好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 這邊請 不錯 哎這爐隊嘛 都開了這麼長時間了怎麼還沒到啊 別怕要幹什麼 你留下 小超 爹 别怕孩子别怕 别怕 小超 大先生 こんにちは 橋本康夫と申します どうも初めまして お見せでおきよう 我不认识你 也听不懂你说些什么话 またまたご謙遜を 東京大学に4年もいたあなたが 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いなどと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带我到这来 少し不可解なことがありまして お聞かせいただきたいと すべてこの帳簿に はっきりと知るしであります お聞かせいただきたいと お聞かせいただきたいと お聞かせいただきたい- お待たせいただきたい 如果这个事 国民政府が知る事になれば 政府 近日 殺されてしまうでしょう 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ご安心ください これがここにある限り あなたは安全です これがある限り 我々 良い関係を築けると 信じています これより先 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 働いていただきたい 任務を追って 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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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知らせ Good goin' toi 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 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 他要一直这么装下去的话 咱们可就抓不到他的把柄了 我看咱们不如直接 好好走几天了 算上今儿有三天了 阿赫 你找人去办吧 小心点 别做差错 您放心 谁呀我我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啊 哎来了 哎九爷知道您还没睡呢 你这你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这个呀 是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请您笑闹 来来来来 你们也太客气了吧 瞧您说的 以后啊 您就是我们的舅爷了 小的们 还要仰仗你 多多照顾呢 来来来 你们这是高抬我了 既然是兄弟的一片心意 我就不好推死了 不过你们放心啊 今后 只要有我雷酒一口吃的 一定亏待不了大家 那是那是 来来来 把酒买上 大家一起喝啊 不不不 刘叔还有事情 吩咐小的们去做 今天就不能陪舅爷 您喝了 您慢慢喝 下次有机会 一定陪舅爷您喝个痛快 来来来 你那么客气干啥 一起喝吧 小的们告辞了 有什么需要就吩咐小的 一起喝吧 一起喝吧 没事没事 走了走了啊 好好好 坐好啊 你们倒是会见风使舵啊 活了二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巴结我 真是风水轮流转哪 好久没赌了 手都省了 今儿玩一把 臭 什么臭手 不行 今儿高兴 飞你走 你也堵你个大的出来 臭 你们的薪剑 章 好 妹子妹子誰呀快開門呢 是我你哥 快開門 快開門呢 妹子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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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寄人 哥 快收拾東西趕緊去 走 去哪 是不是出什麼事了 哎喲我的傻妹子 不要說哥對不住你啊哥操是就你小命來了 哎呀 把你逼着混心就傻子了再走來不及了 哎哎哎 這兒沒有啊這兒沒有 別幫他 沒有沒有沒有 小雅好走好 不可能 他們為什麼要殺我們 你瘋了嗎 哎呦快走吧再不走真來不及了 去吧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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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去看看 那邊跑了快 出去走快點快點 快快快快快快快點 快點去那邊看看快點 快站住 那邊那邊去看看 看仔細的 這兒沒有看他 這兒不在幹什麼吵啊 快快快快 拿出去好 哎哎那邊那邊 那邊沒有 那邊沒有沒有 肯定跑不遠追 好走快走 快點快點 看那邊 熊 ,imos 皇上 皇上 ugal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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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å 第二ätt 今回はご苦努様でした 中等人士の正確な质素を得たお陰で 今回の爆撃で 大きな成功を得られた 軍部への報告は既に進んでいます 你知不知道 这张布防图 你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死于轰炸吗 我这是在作孽呀 早晚有一天 我会不得好死呢 我这是在作孽呀 我会不得好死呢 我只希望 你们能放过我的女儿 让她到国外去吧 我喜欢中国的古语 讲宗称万古古 如果你们要求陛下 我会请你 我会请你 请你 保佑様的事 安心 他 他 他 我会想要求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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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您一直没有告诉我 那些劫匪到底是些什么人 他们怎么会把咱们送回来呢 不值得一提 都是当地的土匪流氓 好在他们是屠材 咱们就当破财免灾了吧 我仔细想一想 香港人生地不熟的 也许回来能安全一点 可是爹 您那天身上还沾着血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对了 晚上我还有点事要出去 晚饭不用等我吃了 你千万不能出去乱跑 外面很不安全 就能够下来 和你帮我 这屁 到底怎么样了 主防军在日军的轰炸下 损失惨重 现在只剩下少量的人了 这些我都知道 我是问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少爷 你可要为老爷太太报仇啊 老爷太太全没了 全家都没了 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非锦衣呢 老爷可太太不是让日本人炸死的 是让锦衣害死的